ium 好 會不會太暗 大家好 有點太暗 好這樣子比較亮一點 大家好 嗯 現在是 今天是禮拜四 好 下午的 四點 嗯 很少在這個時候直播 目前好像還沒有看到有人進來 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今天已經11月8號 今年好快 現在就已經11月了 大家有沒有想到今年 回顧一下今年 有沒有什麼 很 你想要 覺得讓你 印象很深刻 或是想要現在想要說一說 聊一聊的 那 歸於這一年 從去年開始 確定了自己的方向 也確定自己的 未來 的人生的一個藍圖 就已經勇往直前 非常的專注 就是走在這條香氛精油的路上 那大家都知道為什麼要使用精油 其實使用精油最主要的關係 最棒的是 因為精油是大自然的植物 那每一個大自然的植物 它都有一個能量 都有一個頻率 都有一個頻率 就像我們 如果走在阿里塞 我們走在紅塊的森林裡面 大家的感受是如何 這就是大自然非常奧妙的地方 也是植物能量 可以提供我們人 非常特別的地方 那 使用精油的話 是可以提升我們自己的能量 也可以讓我們的心情變好 那最主要的是 有些時候 你可能情緒卡在那邊 你不知道要怎麼讓自己 可以離開那個情緒的漩渦的時候 我是覺得精油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讓你情緒可以釋放 然後可以讓自己大腦按暫停的 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那我自己本身 我就是在這個精油裡面 其中有一隻勇氣精油 在這 在自知精油裡面 得到很多 很多的幫助 那情緒精油 我已經有跟大家分享過好幾次了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大家知道下個月就是 耶誕節了 讓我們看到 耶誕節 大家都會想要準備 一種類禮物 然後 然後 送給 好朋友 或是送給你心目中 對你 你想要用這份禮物表達你對他的感謝 以及這一年來 你對一些事情 或是一些人 他在無形中幫助你 你想要藉由一份禮物去表達你對他的感謝 那這是有形的 那無形的話 就是在心裡面有一個感謝 你投射出去 其實他就已經有收到了 那在有形的部分的話 那我非常建議的就是 大家可以就是選擇 楊麗麟的香氛的精油 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介紹的這一組 香氛精油 他非常的特別 他這組精油的話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聖誕節的 由來是什麼 其實他就是耶穌基督的誕生 那耶穌基督的誕生 其實他的誕生來講的話 在精油來講的話 在聖經裡面有很多 都是跟精油有連結 有關係的 那其中有三隻精油 就是跟耶穌誕生 有非常大的 緊密的關係 那今天我今天介紹的第一組 就是聖誕節的一個套裝的精油 就是我們聖誕節的香氛的精油 第一瓶精油就是 這是套裝精油裡面的 他有三支精油 這一瓶是耶穌基督的香氛 那他這瓶精油的話 我看他的成分裡面 到底有些什麼呢 這一瓶 他裡面有田菊 還有肉桂皮 還有黑雲傘 所以這個味道的話 在這種天氣的話 尤其是天氣在 其實在國外的話 已經是非常冷了 所以他們喜歡在耶誕樹的旁邊 就是點上這個擴香機 讓整個家有一些溫暖的一個香氛的感覺 所以這一瓶是聖誕星期 那這是套裝的第一瓶精油 那第二瓶精油就是乳香 那大家知道乳香就是 東方三賢 當初送給耶穌的其中一瓶精油 就是乳香精油 乳香精油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一體黃金 非常非常的珍貴 那我們 我來講的話 我是用這個乳香做臉部的保養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的皮膚有比較 跟以前比的話 有比較亮 那其實這一瓶精油的話 小龍你好 然後這瓶精油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幾乎我的好朋友 然後我的姐妹 我們都是用這一瓶乳香精油做臉部的保養 那它整個臉部的保養 它是修復的效果非常好 那事實上它對一些皺紋啊 還有細紋是非常好的一個幫助 所以是乳香精油 那它其實它做擴香的話 它的效果也很好 這是第二支 在套組 就是在這個聖誕節禮物裡面的第二支 那第三支 套組第三支是墨藥 那我現在才查到 其實這個墨藥 它也是非常神聖 非常特別的一個精油 它針對皮膚也有一些 對乾燥的皮膚也有修護的效果 然後它可以 皮膚也可以做滋潤的效果 所以墨藥也是特別 非常特別 非常珍貴的精油 那這個套組就是這三瓶 耶誕的心情 好 你就可以全家人在一起的時候 用這一瓶精油擴香 讓整個家的氛圍非常的溫暖 然後乳香啊 可以拿來做臉部的保養啊 或者保養一下我們的眼睛 眼睛常常看手機 有些時候也要按摩一下我們的眼睛的周圍 好 這一瓶就是莫藥 大家知道這個莫藥也是非常特別 好 也是很珍貴的一個精油 好 那我已經幫自己選好了耶誕節的禮物 那昨天才剛從美國寄來 那我買了這一個 大家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很特別的 那它這個就是 大家有沒有看過 乳香樹脂 好 乳香 它在樹切割下來之後 它就變成這個樹脂 那它提煉出來的就是離那個乳香精油 那它還沒有的話 這就是乳香的樹脂 那我買了這個乳香樹脂 它就是原來的一個乳香樹脂 它就是顆粒狀 有點黃色的那個很特別的 它就是原來的乳香的樹脂 那我就是買了這個 它這個是乳香樹脂的點香器 然後就是 就是把這個乳香放到這裡面 然後插點 它就會把乳香整個的味道擴香出來 那我昨天我第一次用 結果發現 它那個味道真的 會讓你感覺心情非常的平靜 然後整個家突然覺得好像 進入了另外一個空間 然後那個味道 然後那個味道 比那個擴香機擴香出來的味道 更濃郁 然後更持久 那我覺得說非常特別 然後就是 其實它就是在 這一支聖誕節的禮盒裡面 它裡面有乳香的樹脂 還有一個墨藥的樹脂 就是這三支精油 然後有一個乳香樹脂 然後一個墨藥的樹脂 那這個是我另外買的 所以這個是我送給我自己的 耶誕節的禮物 非常特別 這個顏色 這是我要推薦的第一組的 耶誕節的禮物 然後第二組的話 那我想要先分享一下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嘴巴 嘴唇上面這個唇蜜 這個就是我們上個禮拜天的時候 我們整個團隊 Katharin還有Juby 專程從香港來 好 教我們製作的DIY的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唇蜜 那這個唇蜜 非常特別 因為這裡面的顏色 這個是我們自己調配出來 所以它是屬於自己的顏色 對啊超貴重的 沒錯 那個乳香 墨藥 這個就是 一個就是液體的黃金 那墨藥其實他們 在中東歐洲來講的話 它是算黑金 都是非常珍貴的一個禮物 那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那天DIY 我自己製作的一個唇蜜 所以很特別的就是 經由我們自己就可以製作 而這一個你在製作課程 你就可以發現 我加了什麼在裡面 用起來放在嘴唇上面 是不是你也比較安心 對不對 好不會說我們每次去辦公室買 然後大家都在吃口紅 然後所以這個的話 你自己用精油自己去做 加了什麼東西 你就會比較愛心 那這個純蜜的一個製作 其實不會很難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的話 月後我們也會有一些課程 那大家就是要隨時注意一下 我們愛精油的一些訊息 那歡迎大家都來相分過生活 讓自己的生活 越來越天然 越來越簡單 好這是題外的話 我想跟大家分享說 我現在擦在嘴巴上的這個純蜜 這個顏色很特別 有適合我吧 我覺得看起來青色又比較好 好這是純蜜 那大家知道就是 我們上個禮拜 在遊樂坊來台灣 剛好上個禮拜五是週年慶 好一週年慶 那週年慶那天很特別 有一些新商品上市 那我也想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說 除了我剛才介紹的 耶誕節的這個聖誕套組以外 那我就覺得說這個聖誕套組 真的有一些朋友 如果你周圍的朋友 有一些基督教的一些朋友 他們是非常重視這個聖誕節 其實這份禮物我非常推薦你 你可以請他讓他們去擁有 因為這金牛乳香墨藥 對他們來講 都有非常大的一個意義 你可以去分享給他們了解 然後他這有一些告訴你 金牛的一些內容 怎麼樣使用 好這個細節的話 有需要的話 這個在後面再補充 好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想要分享就是 你知道嗎 女人最喜歡的金牛 好每個女人都非常愛的金牛 一個金牛之後 大家都知道 就是其中之一瓶就是 玫瑰金牛 對不對 好這玫瑰金牛 非常非常的珍貴 那上個禮拜 我不小心把其中一瓶分裝的 一個玫瑰金牛 然後不小心摔在地上 結果我整個家裡的客廳 都是玫瑰金牛的味道 那這大家都知道 玫瑰金牛最好的就是 在大馬斯格的玫瑰 那這個玫瑰真的 你知道他除了可以 讓心情開心以外 他對皮膚其實也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這是玫瑰 好 除了玫瑰以外 還有女人最喜歡的 還有一瓶就是 茉莉金牛 那我剛才有插茉莉金牛 我不知道這個茉莉金牛給我的感覺 跟玫瑰金牛給我的感覺 是完全截然不同 我覺得玫瑰金牛 讓人家的感覺 它就是我想要當 我就是要當第一個 我就是要當第一名 可是那個茉莉金牛的味道 會讓你覺得說 它是非常 內在非常沉穩 內在非常有智慧 然後它是默默的 他不想要當第一 但是事實上 它是非常劇俗的 這一瓶金牛 我的感覺就是 它非常的清新脫俗 然後讓你感覺會心情非常的沉靜 那跟玫瑰金牛 帶給我們的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 玫瑰金牛讓你的感覺 它是非常的艷利 它就是要讓你看到 就是在這個花園裡面 我就是注目的焦點 玫瑰金牛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但是茉莉 茉莉讓我的感覺就是 它沒有想要用它的外表去吸引你來注意我 但是它用它的一個香氛的味道 讓你不得不去靠近它 那這個讓我感覺好像在內在的感覺就是 其實它內在是非常的具足的一個人型 一個人格的一個代表 所以我自己本身來講 我會比較喜歡的是茉莉金牛 那昨天很特別的就是 美玫瑰有工幫我補充一點 就是關於茉莉金牛 那茉莉金牛它比較特別的 它要採集它 萃取它的時候 必須在晚上的時間 所以為什麼 茉莉花是不是只有在晚上看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它這瓶金牛的話 就讓我們顯現它的更 它的價值 所以它這個瓶金牛 我不知道如果真的有機會你可以 休息聞它的味道 那這瓶金牛 這是茉莉金牛 那我給你推薦的話 如果你有一些好朋友啊 姐妹套啊 如果想要耶誕節送一些禮物啊 或是開一些派對的話 那我覺得茉莉金牛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那提供給你參考 你可以選擇這瓶茉莉金牛 那茉莉金牛 其實大家小時候就會想到有一首歌 就是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對不對 這首歌 從小學的時候 我們就會只有唱這首歌 這是茉莉金牛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還想要介紹一組 就是針對家裡有小朋友 那媽媽推薦一組 就是說耶誕姐 你可以準備一份禮物 那就像昨天 嗯 那個 我的一個好朋友 Casey 然後他昨天晚上很晚 打電話給我 那他就跟我講 姐姐 你知道嗎 我的小兒子 他才幼稚園中班吧 他跟Casey 他的媽媽說 媽媽 我月底要生日了 我要一個生日禮物 結果Casey 結果這個小朋友 才幼稚園中班 他跟他媽媽要的生日禮物 竟然不是玩具 他要跟他媽媽要的禮物 竟然是金牛 而這組金牛 非常特別是 在我們八月的時候 優樂方 優樂方 在美國 跟美國訂貨的話 會送五支兒童金牛 結果這個小男生 他知道有那五支兒童金牛 他媽媽還沒有拆開來給他用 他跟他媽媽說 媽媽 我的生日禮物 我要那五瓶兒童金牛 你要送給我當生日禮物 哇 我聽到就覺得說 哇這小朋友真的好可愛 他的選擇的生日禮物 這麼特別 然後 然後他 我的好朋友Casey 他非常特別 兩個小朋友 在金牛的 就是他都是用金牛 在照顧這兩個小朋友 那無形中 其實在居家的環境 還有對小朋友的一些身體健康 還有季節的便遷來講的話 其實無形中 小朋友他們去幼稚園 你身體健康 其實對媽媽來講 晚上睡眠也很充足 其實也可以讓媽媽的心情好 心情好的話 無形中體力就會好 那整個家的氛圍就會好 所以我蠻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有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非常建議你真的 就從現在開始 可以選擇用不一樣的方式 來照顧家裡的小朋友 那我現在要推薦的 就是我們遊樂方 非常特別 就是世界各國二十幾的國家 每一個國家都會用這一組套組 當作一個入門套組 所以你就知道這一組金牛 是多麼的 對每一個家庭是多麼的需要 那我現在告訴大家 就是如果真的 你開始要照顧家裡的小孩 如果不管是小朋友 大人或是你自己 那我會建議你就是 用這個基本的入門套組 其實它就是十一隻金牛 它加一台擴香機 那其實對我們的日常生活 從白天到晚上 從頭到腳 從呼吸 從消化 從晚上的睡眠 其實身體健康 其實它照顧你都綽綽有餘了 那我們把這個套組 你好好地又運用 對小朋友 他的身體的 像現在這種季節 突然忽冷忽冷的話 你如果用金牛來擴香的話 其實對小朋友的呼吸道 是有蠻大的一個幫助 所以我會建議說 有一些家裡有小朋友 的一個媽媽 你可以考慮就是 買這個套組 十一隻金牛 然後開始照顧你的小朋友 那也讓他不要說 去幼稚園 就一下我傳給你 你傳給我 然後整個禮拜 大概有兩天 還是三天都在吃藥配飯 或是這樣子吃那些成藥 我覺得也很累 如果可以的話 有更好的選擇的話 那我希望你可以選擇這一組金牛 然後在家裡使用這一支套組 然後上個禮拜的年會 我們除了有茉莉金牛和玫瑰金牛來台灣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千呼萬喚 我們幼稚房 其實除了金牛以外 還有更棒的就是健康食品 但是因為才剛來台灣一年 那很多的商品要來到台灣 你知道都要透過衛福部來審核 那才能夠讓我們每一個家人 或者每一個家庭才可以使用 你手上的金牛 這樣你才會比較安全 你也比較放心 那其實事實上這些金牛 或是一些健康食品 其實在國外在美國 它已經有23年歷史 不是新成立的公司 這個部分要請大家就說了解 也不需要去擔心 那因為在國外已經23年 那世界各國的話 也有當近20幾個國家 也都有在銷售 有幼稚房金牛 還有這個健康食品 那這個健康食品 是上個禮拜五年會 那第一是告訴我們公司的一個 非常特別的一個商品 它就是幽活酒 大家都知道幽活酒的養樂多 可是你看小朋友的話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為了讓小朋友的消化到 吸收的比較好 它的腸胃不要便秘啊 或是怎麼樣 我常常給小朋友喝養樂多 可是大家都知道養樂多 其實它非常的甜 它的糖分真的非常的多 那以前我小朋友小的時候 我幾乎喝養樂多 我絕對不會給他喝醇的 我一定會稀釋之後 才給他喝養樂多 那為什麼大家給他喝養樂多 其實做父母的都知道 其實我們就是想要 照顧小朋友的腸胃道 那今天很開心 就是那天我聽到公司 原來也有這個益生菌 然後我就覺得好棒 那除了照顧我們的外在的 心情還有一些皮膚的一個 那我們也可以從內在開始 去照顧我們自己的腸胃 那這個幽活酒就是我們所說的 益生菌 那大家可以就是說 如果你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我會建議你這個幽活酒益生菌 然後搭配 我們套組有一支 我覺得現在蠻適合這個天氣的 就是熱吸 為什麼呢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特別要把套組裡面 這瓶熱吸拿出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看這兩天天氣突然一下熱 熱到大概30度 像夏天一樣 可是今天早上的時候 你會覺得突然那個風吹起來 還是有一點冷的 那其實很多鼻子過敏的人 這個時候鼻子都是不舒服的 然後鼻子都會癢癢 身子流鼻水啊 然後就是一直打噴嚏 那這一瓶熱吸很特別的 就是它是油加利 三種油加利 它是三種油加利 組合在一起的 還有一些相貌的成分 那它是針對我們的呼吸道 那如果說 常常早上起來 你會打噴嚏啊 或是你是不舒服的 我會建議你這瓶熱吸 你可以隨身戴在身上 那騎摩托車的時候 滴到口罩 那搭乘大眾運輸公斤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它滴一滴在口罩裡面 讓自己有一個很非常清新的空氣 然後讓照顧一下自己的呼吸道 那事實上它在家裡的話 如果小朋友在家裡 我會建議你用擴嚮的方式 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其實它在無形中 它藉由呼吸的話 它可以照顧到我們的整個呼吸道 還有一個肥 那這瓶熱吸 那如果說套要分享的話 我覺得這個優活酒 這個益生菌跟這個熱呼 其實是它是一個蠻好的搭配 可是這個優活酒可能要等到明年 一月才會上市 那我先跟大家預告 所以我們公司是有健康食品 先讓大家知道 那拭目以待 好這是這樣 然後 那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如果幫我分享的話 那這個萬用膏是我昨天製作的 那現在這個天氣 你知道冬天大家的皮膚比較乾燥 也比較容易過目 那我昨天的話 就自己做了一個萬用膏 那大家知不知道這個萬用膏裡面 我用了非常非常珍貴的成分在裡面 那剛才有講過 我也加了墨藥 墨藥 它對皮膚乾燥 其實它有非常大的一個滋潤的效果 墨藥 還有呢我還加了虛擬草在裡面 還有一個茶樹 還有骨沛霸 那為什麼要加這些成分 其實我們的皮膚 它這些精油 都是對我們皮膚有非常好的一個幫助 那這是我做的萬用膏 那如果大家可以的話 幫過於一個忙 就是說把我的直播啊 分享給更多你周圍的朋友 或者說你的好朋友 讓他們也來了解一下 如何用香氛過生活 如何用香氛讓自己的心情開朗 然後如何用天然的 來照顧我們的日常生活 那這是萬用膏 那如果幫我分享的話 我會把這個送給你 那請大家幫我分享囉 好這是萬用膏 非常棒的喔 那裡面有加我們滷木果油 大家都知道對皮膚是非常好的 那它保濕的成分也很好 那這是萬用膏的部分 好 好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可是我突然想要說 因為今年到這邊11月了 剩下一個月就明年了 2018了 那大家這個時候其實可以 開始對明年有一個新的展望 然後可以開始寫一下 明年的一些心願啊 或者是目標 先把它寫下來 然後我覺得說先 先去想想看 你明年有什麼事 你今年還沒完成的 想在明年完成 或者說也可以借這段時間 剛好剩下一個多月 也來回顧想想看 這過去的時間裡面 有沒有什麼事情 或是有些什麼 你想要做還沒有完成的 或者說 你想要跟某些人說的話 還沒有機會去面對面 跟他表達的 那我覺得說都利用這一段時間 去把它說出來 去跟他表達出來 去跟他表達出來 那我會覺得說 有些時候 可能我在溝通表達的部分 沒有講得很正確 可能沒有講到很到位吧 有些時候我的口語的表達 可能會造成別人的誤會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自己也有想過 是不是我在講話的過程裡面 我都認為說 你應該了解我的意思 可是事實上 我用我的想法去揣測別人 事實上這次永遠是 沒辦法是一定都會 冰果的 因為我是認為 你應該要了解我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就是在 我自己要學習的就是 在溝通表達的時候 更真實的去講出 我心裡想要說的是什麼 我真正要做的是什麼 我希望的是什麼 而不是一股腦兒 只想要 好啦你趕快完成 就只是想要完成那件事 但是跳過去那個過程了 那這個是我自己看到在這一個 在這過去這十一個月以來 我自己在跟人與人之間溝通的一個模式 我看到的一個過程 然後我還看到就是我自己個人 我自我活習我自己 然後還有看到我自己就是在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的一個氛圍裡面 我比較 我蠻在乎朋友之間的一個感覺 然後有些時候 然後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那個感覺 會讓我很衝動的做下一些不是很好的一個決定 所以這個部分我自己就要看到 要是我自己在一些情緒的部分 是我自己要去再更真實一點 好 要給自己一個時間好好去觀察 然後好好去不可以馬上情緒來了 然後就馬上就爆點出來 然後讓人家被這個炸藥炸到 那這是我自己看到我的部分 然後今年來講的話 在遊樂方這一路上分享過來 其實今年對我來講 是一個非常快速成長的一年 因為我必須去跟很多很多的朋友見面溝通 然後甚至去表達 那所以對我來講 也產生了一些摩擦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有很多的不舒服 那這個不舒服的部分 其實我都 你知道我現在最多的就是精油 我會用精油來做釋放 還有我就是會用紙和筆寫下來 我當下的一個情緒的感受 我在寫下來的過程裡面 我就可以看到說 我到底卡在哪裡 為什麼讓我那麼不舒服 那我會用這個方式去一次一次去看到 那我會覺得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你自己一直在不斷的不斷的進步 然後不斷的不斷的在往前走 然後一直往前推進 那不管說我在這個優樂方的這條路上 那我把它當作是我的事業 我不管在這裡面 我是否已經看到了私之上我得到了多少的收入 但是我看到更珍惜的是在這一條路上 我內在成長了多少 然後我和多少的朋友更可以真心的面對 更可以真心的在一起 那這個是對我最大的一個價值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在優樂方 讓我學習成長的就是 我可以更真心 藉由經由來表達我對我的關心 我的愛 然後我也把自己的狀態調整成平衡的狀態 去接觸去面對每一個出現在我面前的一個朋友 那這是我對我自己未來的期許 我希望就是我自己還是要把自己整理好 然後在做任何事之前一定要自己是非常OK的狀態再去做事 不要太衝動 這是我給自己的一個期許 那今天突然就好久好久沒有拿這幅牌卡出來 這幅牌卡是海豚美人魚牌卡 這幅牌卡是四年前貴獄第一次接觸身心靈的時候 第一幅牌卡 那他這幅牌卡在那個時候幫助了我一些情緒的一個釋放 那當我在很困擾的時候 我找不到人可以陪我聽我說話 但是我又想要把自己的情緒做宣洩的時候 我就會利用這個牌卡然後跟自己對話 那今天我也想說抽一張牌卡 然後給我此時此刻的自己 看他要跟我說什麼 非常震撼 馬上抽一張讓大家知道 抽到的牌卡是深思熟慮 我剛才就有講過 我做任何事之前應該要自己先想清楚 不要太衝動 那他的牌卡的意思就是說 用一點時間獨自失所你真正的渴望 所以就是要更清楚知道說 你到底要的是什麼去釐清你的目標 那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聖誕節的禮物 那除了有聖誕的香氛禮盒以外 那也可以準備用這個漂亮的盒子 把精油放在裡面 然後送給你的好朋友 然後也可以選擇很特別的茉莉精油 送給你的好姊妹 好姊妹套 好 這是非常女性的一個精油 好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好 謝謝大家 然後再請你幫我分享囉 好 拜拜